保姆生存 在这个生存模式里 玩家会随随随出现 保姆和宝宝身份 保姆有十万滴血 而宝宝只有一滴血 但是保姆和宝宝的血量 共享的 什么 共享 我的身份是保姆 小娜的身份 就是宝宝 小牛牛 哪里来 我怎么狗带了 不是吧 十万血说狗的就狗带 看来我和小娜的血量 真的是共享的 那我可不能 让小娜再狗带了 奇怪 为什么 我连牛都打不赢 因为你现在 是一个两百斤的宝宝呀 臭老条 你这两百斤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变成宝宝 可千万不能让小娜知道 她的血量 是我共享的 可能是因为 你经常欺负宇宝神 被她诅咒了吧 哼 可恶的宇宝神 我这就去找她算账 诶 等等 小娜 你现在是宝宝 而且只有一滴血 还没等你见到宝宝 就早就被野瓜嘎了 对哟 难道我有一辈子 帮个宝宝吗 哈哈 不活了 诶 小娜别啊 我可以当你的保姆 保护你的安全 真的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平时玩生存 你巴不得我狗大 现在你去运营当我的保姆 哼 我可提前告诉你 我可没有零花钱 谁要你的零花钱的 你看 你现在是个宝宝 我到那里得照顾你了 算你听一下 我饿了 辣条保姆 你快把你正常的82年辣条 拿来给我吃 哼哼 我的辣条 嗯 真不错 我已经可了 我还要82年的可乐 好嘞 鸡汤来了 大年的可乐来了 嗯 真好喝 嗨呀 我有点累了 快给我按摩 那你 什么 臭小娜 我是你的保姆 不是你的扑了 啊 你凶我 我不活 别别别 我按 我按还不行吗 左边一边 右边 嗯 真舒服 是吧 后座有点困了 那条保姆 去给我建个房子 喝个床 我要睡觉了 你 啊 好好好 哼 臭小娜 你给我等着 盖好了 小娜 快来住吧 把房子跟那么远干嘛 说话题啊 你不会在房子里 放什么陷阱嘛 不会 我请算命大师算过了 这里工事比较好 你要是不睡 就给我睡 睡睡睡 谁说我不睡了 嗯 真舒服 诶 等等 我的房子 都变成机员了 这是我专门为你 做的保姆房啊 可是 我怎么出去啊 出不去就对了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要是你狗带了 我也会狗带的 什么意思啊 也不怕告诉你 这里是保姆生存 而保姆的血量 和宝宝是共享的 什么 说话题啊 骗你之前说当我帮我 是为了骗我 把我困在里面 没说 为了骗你 累死了 我也得去休息休息了 哈哈哈哈 哼 臭辣条 你以为你这样 就能困住我吗 只要我提取一个 船船卷走 我就能轻松出去 哈哈哈哈 我怎么还在原地 我请算命大师算过了 这里风水比较好 可恶 人家臭辣条 就是那个算命大师 不说 只要召唤座 只能去 我就能出来啦 还能顺便 从高出狗袋 我怎么狗袋了 小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 有狗席 臭辣条 还敢骗我 你玩啊 今天 我就在演讲里睡觉了 哈哈 哈哈 臭辣条 加帮友的 真舒服啊 我刚好没有狗袋 你也不看看你的血量 什么 我的血量 总变了十万 刚刚在你睡觉的时候 我找了这个血量绑定工具 有了它 你就来和我供下血量 哼 我就是十万血量吗 我小了 可是人一百万血都做死同工啊 看我做火箭 把地图最高点 然后补充 我就不信 我还走在不了 不是吧 怎么才做这么点血 火箭在爆炸之前 是有保护效果的 原来如此 有什么办法 能狗袋呢 那肯定是 迷你隐藏的最强生物 虚空夜影啊 虚空夜影 别打我呀 不要因为我是美女宝宝 就联系我 哪来的厚脸你小孩 我虚空夜影 一试阴影 才不打小屁孩 只要是你逼我的 虚空夜影 也是迷你最没用的Boss 不紧张的臭 实力还弱 难怪官方 把你隐藏起来了 有你在 真是溜伦boss的脸 可恶 气死我了 今天 我要狠狠教训你 虚空之力 妈呀 哈哈 马上我接走带了 臭辣条 你玩啦 Nope 哎 我怎么回来了 我在你身上 断了危险探测仪 要是你遇到了危险 就会顺移到我身边 什么 是太厉害了 哈哈 小伯伯 你们有什么办法 让狗蛋嘛 快告诉小辣 我要哼哼教训臭辣